请坐下 给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孙小辉 我的家乡是湖北古城荆州 我目前是在广州工作 方便知道做什么样的工作吗 我做老师 做老师 这次来天津卫视跨时代战术 你此行的目的 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 希望我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 成为别人的榜样 我能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您的这个腿脚是什么问题吗 我生下来的时候是非常健康的 但是我四岁的时候 突然得了一场怪病 那个时候走路就变得一瘸一拐 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的着急 他们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 或许是病急乱投医 各种偏方都去尝试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的原本一双非常健康的双手 就开始快速萎缩 到后来我的这双手就伸不直了 那是在我八岁 每到冬天的时候 我的日子就过得非常艰难 因为我的这双手 就是不听使唤 会冻僵 这个时候写字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会有这个歪歪流流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吃饭 吃饭筷子总是拿不住 那个时候有对自己的命运呢 对生活会周遭失去一些信心吗 那个时候对于未来还是很担心的 第一个是自己的内心的压力 第二个就是受到外界的一些反馈 我记得有一次在班上 有位同学当着大家的面 他指着我的鼻子喊道 说孙晓辉 你什么都做不了 你会被父母咬回一辈子 你就是一个废物 当他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全班的同学哄堂大笑 我那个时候我伤心极了 我就感觉我受到莫大的侮辱 所以我每天都很担心未来 我不知道未来到底怎么样 我有一次 我甚至是想到去跳长江 那个时候我就想做一个了结 当我坐车来到长江边的时候 发现我根本就不想跳 我来到这个世界 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 我就这样跳下去了 我太吃亏了 于是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当我放弃这个念头的时候 以后我再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各位你们知道吗 在我旁边的孙晓辉 他有一个头衔 他是中国首位 残疾人 世界级的记忆大师 掌声送给晓辉 谢谢 所以听了他刚才的那段描述 我们就更加好奇 想知道你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轨迹和境遇 是怎么走上最终的世界 记忆大师的这条路 中间好好跟我们讲一讲 那个时候我会每天想 我究竟该怎么样改变我的生活 是 我之前是想在农村嘛 我想办一个养殖场去养鸡 我把四十鸡苗 我养得很大 后来跟我爸妈说 我想扮演一个大型的养殖场 我爸妈说 你的身体肯定吃不消 所以后来我又去生豆芽 我真的按照书里面的方法 去把豆芽给生出来了 而且做了很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扮不动 因为豆芽很多水 我发现好像做体力活 是不太适合的 我还在想 我怎么样才能够就是 走上自己的一条道路 我后来发现 我还是很喜欢读书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背文远文 和单词的时候 我总是词尽背 我背不下来 背不下来 那个时候我在想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方法 能够让我背东西更快一点 有一次我在报纸上面 看到一篇 关于超级记忆法的报道 我就买了我人心当中的 第一套记忆的书 我开始在大量探索 这个方面的一些信息和书籍 我发现有个大学 它里面我一进去之后 摆的全部是类似的 记忆方法的书 学习方法的书 那个校方他说 你是外校生 那你如果要找我们借书 一年你这个押金加连费 要四百块钱 我根本就拿不出这些钱 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因为我竟然听收音机 听收音机呢 然后我就跟那个主持人 打了一个电话 我跟他说我的情况 我真的很想看这方面的书 那个主持人也对我表示同情 于是他跟这个校方联系 校方也对我的这种学习态度 表示这个支持 后来他们就免掉了我这个费用 就这样 我开始一步步练习 我发现 因为我的记忆确实毕竟好很多 就在很短的时间 背下了真本的论语 《论语》《道德经》《唐诗三百首》 《论语》《道德经》《唐诗三百首》 还有新概念英语2和毛主席诗选机 天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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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